7月27号晚上结束了一场焦点战 东京奥运会女篮小组赛 中国女篮首场比赛对阵波多黎各女篮 最终中国女篮大胜对手42分迎来开门红 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内线新星李瑞汝发挥出色 全场狂坎21分12篮板5助攻 出手11次进了9个球 命中率超过80%表现十分高效 要知道这还是李瑞汝参加的第一场奥运会比赛 他不但不怯场还撑起了中国女篮的内线 李瑞汝身高2米01体重超过200斤 别看他长着一张娃娃脸 他的体重结合身高堪称内线一霸 因为身材和技术风格很像NBA巨星大鲨鱼奥尼尔 因此球迷也称呼李瑞汝为女版的奥尼尔 本场比赛李瑞汝在内线打出了媲美奥尼尔一般的无敌统治力 在第一节比赛当中 李瑞汝先是在内线提令人得分 然后又利用自己的牵制力助攻队友得分 在李瑞汝的带动下 中国女篮首节就以32比17的比分取得15分的领先 第二节中国女篮继续保持高效 李瑞汝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继续在内线翻江倒海 波多黎各女篮对李瑞汝的强势表现毫无办法 只能采取包夹 而李瑞汝面对包夹果断分球给队友 队友李孟李源以及潘真奇等人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频频命中三分球 半场结束中国女篮53比26领先了27分 其中李瑞汝一人就贡献了14分8个篮板 下半场中国女篮继续保持领先 波多黎各一直就没有找到限制李瑞汝的办法 第四节李瑞汝早早地就被教练安排下场休息 给最有一些表现机会 因为比赛很早就进入了垃圾时间 于是女篮教练许丽明也陆续安排了队中其他球员上场 李瑞汝的优秀表现也是博得了一直在场下观战的姚明的赞赏 看到李瑞汝在篮下抢到进攻篮板 二次进攻得分 姚明频频点头鼓掌 本场比赛李瑞汝抢到的12个篮板中有5个是前场篮板 此外他还获得了5次助攻 可见李瑞汝在内线的牵制力有多么强 这一支中国女篮拥有许多优秀球员 除了李瑞汝还有李孟韩旭等明星球员 主教练徐立民打造了韩旭李瑞汝的双内线组合 韩旭个子高移动速度快 李瑞汝体重足力量大对抗有优势 这样的内线组合就算面对欧美强队 也能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 内线有了韩旭和李瑞汝的牵制 外线李孟少庭等队员只要把握好空位机会 内外结合 这支女篮的战斗力是值得期待的 在本届奥运会上 中国女篮斩金夺银也不是没有机会 接下来中国女篮在小组赛中的对手 还有比利时女篮和澳大利亚女篮 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很强劲 但是中国女篮这一场小组赛当中 第一场大胜了对手 压力已经减少了一半 因此后面两场只要放下包袱 赢了一场 基本就能够保证小组出现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中国女篮在东江运会上 能获得一枚奖牌吗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出你的看法 关注体育圈瓜总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